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学习 第25课 给自己加满水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新课 首先第一个词 第一个动词返航 返航 我们知道返有返回的意思 就指的是呢 这个船或者飞机 驶回或者飞回 出发的地方 也就是像图片这样的 船或者是飞机 指的是两种 等等 驶回或者飞回 我们最开始出发的地方 返回原地址 比如说船开出去了 然后下午才返航 飞机明天返航 这都是我们这个 造句可以用到的 然后第二个 恶劣 恶劣 恶劣呢指的就是很坏的 非常坏 坏到接近于 几点的这样一个坏 常常形容呢天气 或者环境 像我们这个文章中说的天气恶劣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我们也可以说环境恶劣 很多支教的志愿者 我们上次学过的 那些老师们 去的都是环境很恶劣的地方 当然呢也可以形容这个 人的品行 人的这个品行 品行道德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品行恶劣 就是这个人很没有道德 手段恶劣 形容这个人使用的这个 手段很恶劣 很坏 经常非常的自私 然后去压榨 去欺负别人 恶劣的作风 也就是这个人的行为啊 处事 说话 这个和人交往 非常的坏 好 更多的我们是形容这个 天气 然后环境 人 这三类 大家要记得 好 然后下面第三个 可怕 可怕 指的就是呢 使人害怕的 我们之前学过可爱 指的是 人们都很喜欢的 可口 人们都喜欢吃的 可怕 是使人害怕的 嗯 我们可以说 可怕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可怕 后果 不堪设想 实在可怕 啊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要考虑到后果 啊 是不是很可怕 嗯 然后我们看这儿 他们的船 遇到了可怕的 嗯 巨大风浪啊 指的是这个 海上的一些 水面上的风和波浪 我们待会儿讲 可怕的 就是使人非常害怕的 这样一个天气情况 我们看是什么样子的 啊 风浪 风浪呢 指的就是水面上的 这个风和波浪 啊 波浪 这样子的 啊 我们经常说 风浪很大啊 船 晃得非常厉害 我想这个 有风的时候 这个海上的波浪 会很大 那么床 就会晃得很厉害 我们就会觉得 很可怕啊 很害怕 好 我们有时候也 做这种 比较抽象的 就是形容很艰难 很困苦的 这种境地啊 这种遭遇 比如说 他酒精风浪 啊 终于成功了 也就是他在这个 事业上 可能受到了 很多的这种挫折 但是最终呢 取得了这个成功 好 这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慌张 啊 慌张指的是 我们这个心里 不沉稳啊 不沉着 动作非常的忙乱啊 看起来很慌张啊 我们经常说神色慌张 也就是他的神经和这个面色 看起来非常的慌乱 慌张 很着急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有很多的这个近义词 我们之前学过的啊 比如说着急啊 紧张啊 或者是这个心骄啊 惊恐都可以做他的记词 那么反义词就是从容啊 从容淡定 很稳定这样的 好 我们看文章中 他说慌张的啊 不知如何是好 也就是很紧张 很慌张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第六个 我们来看一下仓啊 我们看这个右半边 之前我们学过仓库 指的是储存东西的地方 那这个仓呢 加上一个舟子旁 就是指的是船啊 或者飞机中 分隔开来的 用来装人啊 或者是装东西的 那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飞机上有客舱 飞机上有客舱 就是客人 装客人的 也就是在 装在客人的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车 有时候有货舱 也就是装货的 这个地方 坐飞机的时候 有两种啊 不同的舱 就是你花的钱 不一样 然后收到的服务带 也不一样 我们有这个头等舱 也就是这个一等舱 最好的这个位置 然后比较贵 但是有很好的服务啊 位置也很宽敞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经济舱 啊 就是和所有人 坐在一起 稍微有点挤 在飞机中 这都是说的是舱 那么船舱 就是指的是 船里这个地方 能够装人的啊 或者装东西的 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后面第七个 使劲 看一下这个词 我们想一下 在这个拔河比赛的时候 啊 大家应该看过 有这个拔河比赛 啊 人们呢 就是会 做什么呢 啊 人们会做什么 是不是拽这个绳子啊 拉这个绳子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是 使劲儿拉 啊 非常用力的 使劲儿的 去拉这个绳子 我们也可以说 使劲儿喊 啊 大声的喊 使劲儿的划船 啊 在这个中国的龙舟比赛的时候 使劲儿的划船 嗯 我们也可以说 使足了劲儿 啊 把它拆开来 使不上劲儿啊 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手 啊 使不上劲儿 说明你没有很多的力气啊 很累了 使大点劲儿啊 就是 多用点力 啊 我们在这个刷鞋的时候 有时候刷白色的鞋 也不太好刷 我们要用刷子 使劲儿的刷啊 才能把它刷摆 刷干净 然后他使劲儿的把 手机拴在地上 啊 有些人很生气 他使劲儿的把手机 拴在地上 另外听下这个句子啊 我虽然很使劲儿的头 啊 投篮的头 但是球 还是很难碰到篮筐 啊 指的是我虽然使劲儿了 但是这个劲儿还是不够 啊 力气不够 不能碰到这个篮球的这个框啊 这个意思 嗯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啊 朝 朝这儿 有很多个意思 我们今天这儿说的是 朝着这个方向啊 朝着某一个方向 嗯 面对着这个方向 向哪一个方向 做什么动作 我们可以说 脸啊 朝向 电脑 也就是现在老师的这样一个动作 脸朝着电脑 也就是脸正面对着 脸正面对着电脑 嗯 啊 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房子 讲究 啊 坐北 朝南 也就是这个房子 要建在这个地方 然后但是它的朝向呢 最好是门啊 是向着这个南边 啊 向着南边 那么这样呢 我们 呃 这个 呃 白天的时候 太阳光很容易就进来了 因为从南边啊 就是这个 太阳光能很 很多的啊 更多的照进来 所以说 家里的这个光线会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 把房子建的 坐北朝南 哈 我们知道啊 别人说啊 问路的时候 然后你告诉他 朝前走 啊 朝左走 啊 这就是向左 向前 啊 一个意思 好 我们再继续看第九个 简直 啊 简直 简直呢 这个说话的语气 比较夸张 啊 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儿 大家听一下 船长 简直是疯了 啊 船长简直是疯了 所以说这个语气要读得很夸张 表示完全如此啊 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啊 现在天气慢慢热了 哈 有些人觉得太热了 我们就可以说 屋子里热的 简直待不住了 啊 太热了 简直待不住了 我们也可以说 街上的汽车啊 啊 一辆跟着一辆 简直没完 街上的汽车 一辆跟着一辆 非常的多 简直没完啊 就是在形容自己这种夸张的语气哈 好 我们可以用一些敬意词 比如说 几乎 实在 这样的副词 都是它的敬意词 嗯 然后再看一下后面 沉 沉啊 沉 沉呢 我们在本课学到的意思就是 在水里面往下落 啊 比如说 这个船会下沉的很快 也就是在海里 这个船 往下沉了 沉到里面去了 我们看这个 泰坦尼克号 啊 我们都知道 有这样的 呃 情景 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泰坦尼克号 这个船沉到了海底 啊 这就是这个沉的意思 嗯 好 我们再 呃 继续看 啊 当然它不一定要沉到海底 啊 我们也可以说沉到地底下 啊 因为这个地 也是会往下沉的 然后我们看第十一个 严肃 好 严肃 待会我们 呃 有一个题 我们会重点区分一下严肃 和我们学过的严格的这个区别 那么严肃呢 我们更多讲的是这种神情 啊 或者气氛 使人感觉到很敬畏的 啊 稍微有点 它很严肃 很严格 看起来让你觉得有点害怕的 这种感觉啊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人 啊 或者这个男的 这个男老师 啊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嗯 从来不开玩笑 啊 啊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气氛 啊 比如说开会的会议室 啊 这个会议室的气氛 非常的严肃 啊 就是没有人会开玩笑 因为是工作的地方 啊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作风 或者态度等呢 非常的严格 非常的认真 比如说对待啊 这个犯错误的学生 要严肃处理 啊 对 要严肃处理 指的就是认真的啊 处理这件事情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啊 猛烈 啊 猛烈 上节课我们学了一个热烈 大家记得吗 热烈的鼓掌 啊 非常兴奋的 那么这个猛烈 我们看一下 指的是气氏大啊 力量很大 或者非常急剧的啊 快速的 这样一个词 我们可以说风很猛烈啊 风 很猛烈 这个风刮得很大 嗯 啊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心脏 我们的心 在非常紧张的时候 猛烈的跳动着 啊 心猛烈的跳动着 形容心跳非常的快啊 嗯 好 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 第十三个 狂 啊 狂 我们看这个在 刚才说的这个 很猛烈的风的时候 啊 很猛烈的风的这种天气 那么我们的这个树 啊 是不是刮得很 很很大 啊 树都刮得都快要倒了 那说明这个风很大 我们就可以说 它是在刮 狂风 啊 狂风啊 这样一个形容词 啊 狂风 另外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 可能女生 女生女性 喜欢购物 买东西 尤其是买衣服 买很多 买很多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人的这个动作 就可以说 狂买 啊 狂买 也就是买了很多 啊 这样的东西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形容 啊 有些人很喜欢工作 啊 白天晚上都在工作 也不睡觉 也不休息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工作狂 啊 工作狂 有这样一个固定的词 那么刚才说的很喜欢买东西的人呢 就是购物狂 啊 我们可以把它们这样 称呼一下 指的就是这些人 很爱买东西 很爱工作 嗯 我们可以 我们也可以说狂风啊 狂风巨浪 啊 狂风 狂饮啤酒 就是狂喝 啊 这个喝的很多 这个酒 狂叫 啊 有一些这个动物 啊 或者是 夏天有很多 昆虫 啊 你知道 狂叫 一直叫 有些人写字写得很快 我们就说他狂写 啊 狂写 我听一下这个句子哈 一个人啊 一个人 发疯了似的 啊 在街上狂跑 啊 不知道可能受了什么样的刺激 在街上狂跑 跑得飞快 啊 嗯 好 我们来看后面 哦 sorry 看后面 第十四个 威胁 嗯 威胁 威胁呢 我们指的是用 嗯 威力 啊 用一些手段 去胁迫 啊 害怕别人 使人能够屈服 听从自己的这个命令 啊 我们经常说 啊 他威胁孩子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也就是利用一些手段 可能是吓唬孩子 或者是 告诉孩子 你做什么样 就会发生什么样的 这个后果 不好的后果 那么这就是在威胁 威胁 威胁呢 指的是这种 恐吓啊 啊 然后也指呢 啊 受到了一些 危险啊 遭遇了一些危险 比如说 啊 我们 有时候 春夏之间啊 这个 因为 水融化了 可能这个 洪水 会泛滥 这时候 洪水 就 威胁着 我们整个城市 或者洪水 威胁着 整个村庄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造句 好 我们看这儿 狂风巨浪 啊 sorry 狂风巨浪 对船的威胁 啊 也就是这种 很大的风 很大的浪 对这个船的威胁 啊 然后第十五个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嗯 我们知道同学们 都会不会骑自行车呢 骑自行车 啊 那你知道 骑自行车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思考一下 啊 对 就是这个 我们要写的这个词啊 平衡啊 平衡 我们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要保持身体的平衡 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身体的平衡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收支平衡 啊 也就是你花的钱 啊 和你 呃 赚的钱 是持平的 就是差不多的 啊 收支平衡 供求平衡 比如说社会上这个口罩 供求平衡 指的是 生产的口罩 和我们人们需要的口罩 能够持平 也就是能够满足 嗯 如果说失去平衡 指的就是我们 啊 站不稳了 或者是坐不住了 这样的会晃 失去平衡 嗯 我们可以这样来造句 哈 嗯 今年我终于实现了 收支平衡 啊 不再欠银行的钱了 啊 就是不再 比如说用信用卡啊 或者是 提前借一些钱 那今年终于实现了 收支平衡 啊 刚才说的收入和支出 然后继续看第16个 吨 啊 吨呢 是这个质量 或者重量的单位 一吨 指的是 一千千克 啊 一千公斤 我们文章说 这个几万吨的 这个东西 指的就是 这个重量 非常的大 然后17 钢铁 刚才说几万吨的钢铁 嗯 钢铁就是这个 钢和铁的 这个合称 嗯 这是一些 啊 这种 我们盖房子 或者是建筑上的一些材料 非常的坚固啊 啊 另外也可以形容这个 人的思想 或者是 一些东西 非常的坚固 坚强啊 比如说这个 长城啊 我们有时候会形容 钢铁长城 啊 指的是 它盖得很坚固 啊 很牢靠 另外我们也可以形容这个 钢铁般的意志 啊 人的思想 有钢铁般的意志 就是它很坚强 啊 遇到困难 不会退缩 嗯 我们再看18个 根基 啊 根基呢 指的就是基础 啊 比如说盖房子的时候 我们要把根基打好 啊 也就是把这个基础 基础要盖好 最底下 可能要挖好几层 挖到地下 然后这样我们再往上盖的时候 才会更稳固啊 根基 啊 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指这个 家里的积蓄 啊 家底儿 嗯 比如说 啊 咱们家根基不好 啊 咱们家根基差 没那么多钱 啊 你花钱 不要大手大脚的 啊 重量呢 指的是物体受到的这个 重力的大小 啊 重量 嗯 习惯上呢 我们一般就说 它的这个质量啊 重量 有多重 就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啊 比如说 啊 这个电脑的重量 比手机重 啊 比手机大 那也就是电脑 比手机更重 啊 更沉 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 那么看完生死呢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 哈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 经验丰富 嗯 一次返航中 刚才说返航 也就是返回出发的地方啊 天气恶劣 天气很不好 天气很坏 记得我们这个搭配哈 天气 环境 或者指人 嗯 他们的船 遇到了可怕的 令人害怕的 巨大风浪 也就是这种风和波浪 正当水手们 啊 这个船上的这些 开船的人们 慌张的 啊 很紧张的 不知道怎么办 啊 不知如何是好 老船长 命令水手们 立刻 打开货舱 刚才说这个 装货的这个 仓库 嗯 船里装货的这个 地方 位置 使劲朝里面 放水 朝就是向着啊 对着 面对着这个 里面 放水 就是往里面 放水 就可以了 嗯 我们看 首先交代了 文章的一个背景 是天气 很恶劣 然后呢 人们 这个船上的员工 水手们 很慌张 不知怎么办 这时候 老船长 是怎么做的呢 朝里面放水 这是他们的 这个区别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船长简直是疯了 船长简直是疯了 也就是几乎完全是疯了 很夸张的一个语言 这样做只会增加船的压力 意思是这样做 就是增加了船的 往下的这个压力 那么船会下沉的更快 刚才说往下沉 从这个像泰坦尼克号说的一样 就是船往下 往海里去沉 嗯 这不是找死吗 一个年轻的水手骂道 那这时候 这一段指的就是一个年轻的水手说 然后后面 看着船长严肃的表情 刚才说了非常认真的 严格的这种面部表情 水手们还是照做了 照着这样做 随着货舱里的水位 越升越高 这个水位 水的位置越来越高 船一点一点的下沉 狂风巨浪 刚才说狂风也就是很大的风 巨浪 很大的这个波浪 依然猛烈 也是形容非常的大 非常的严肃 对船的威胁却减小了 也就是这个风很大 浪很大 嗯 但是呢 对船的威胁却减小了 也就是 船不会再那么晃了 因为它沉了 船也渐渐取得了平衡 刚才说我们 骑进车的时候 要保持平衡 船长望着 松了一口气的水手们 说 松了一口气 就是不再那么紧张了 突然就放松了 这样一个状态 几万吨的钢铁 钢铁巨轮啊 这个海的这个轮子 很少有被打翻的 被打翻的 常常是根基很轻的小船 也就是这种根基基础啊 很轻的这种小的船 船在有一定重量的时候 是最安全的 你看重量 刚才讲的这种 在空的时候 则是最危险的 所以最后呢 船长就告诉了大家一个道理 船要有一定的重量才安全 否则的话 如果是空的 那就是很危险 相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相似 指的就是呢 两个东西 或者两个人比较像 相像 我们可以说 这两个人年龄很相似 这两个人年龄很相似 说明这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可能都是二十多岁 都是三十多岁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两个人样子 相貌很相似 也就是这两个人长得很相似 好 我们再往后看 第二十一个 风景 我们都喜欢看好看的风景 尤其是现在春天夏天 外面有很多的树 红花绿叶 非常的好看 那么风景呢 就是指的在一定的区域内 在一个地方 有这种山 水 花草 树木 以及建筑物 或者是一些自然现象 比如说下雨 下雪 这样的情况 共同形成的 人们可以观赏的 看起来很漂亮的 这样一个景象 我们经常说风景点 风景区 指的就是我们去 这样一个地方去旅游 风景点 风景区 我们也可以说这儿的风景很漂亮 秋天的这个 北京 香山 我们知道北京香山 在秋天呢 会有红色的这个枫叶 非常的漂亮 我们就可以说秋天的香山 格外的美丽 秋天的香山 风景格外美丽 可以这样来造句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二个 这个 窄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 有很多的胡同 小胡同 这个胡同和胡同之间呢 这个胡同 它这个两边的墙 距离很近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胡同很窄 我们相比较哈 比较于这个 比如说去机场的这个路上 或者高速路上 这个马路是很宽的 那么宽和窄 就是一组反义词 高速路上的路很宽 那么胡同里的这个路很窄 这个窄 那么这是宽 好 我们一般可以说 通道变窄 去哪儿的哪儿的 这个通道变窄了 又窄又矮的门 我们看到一些老房子 它的门很窄 可能只能一个人进去 我们也可以说 路太窄了 路太窄了 听一下这个句子 体操运动员 要在那么窄的木头上 翻转 真不容易 上节课我们学了一个词 是翻 这样翻书的这个动作 翻 那么这些体操运动员 要在很窄的这个木头上 进行很高难度的动作 比如说翻转 所以说很不容易 这是窄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23万丈 我们看到它里面是 包含一个数字 它是一个数量词 形容很高 或者是很深 我们抽象点的来说 比如说光芒万丈 指的是这个人散发 很大的这个光芒 比如说明星 或者是一些很有名的人 很受人尊敬的人 我们可以形容它光芒万丈 它一出来就好像有光一样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具体的 比如说这个万丈高楼 就是形容这个楼很高 然后万丈深渊 因为我们要学这个搭配 这两个是经常在一起说的 深渊我们知道 就是很深的这个水潭 那么万丈深渊 形容这个 形容这个小的水潭 很深很深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意思 万丈深渊 很深的一个水潭 所以呢 它有一个字面上的意思 很深 另外呢 也可以指很危险 很困难 很困苦的境地 指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地 所以它有字面和抽象的两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 浏览 浏览呢 指的是大概的 粗略的 简单的看 比如说这本书 我只浏览了几页 还没有仔细看 或者说这本书我只浏览了一遍 once 一遍 还没有仔细地看具体的内容 这就是浏览 我们通常说去浏览一个地方 浏览一个风景区 浏览风景区 也就是简单地看 不是我们在看风景的时候呢 一般不会特别仔细地去看 所以是我们选择的是 用浏览来形容 然后面第二十六个 发抖 我们想象一下 什么时候你会发抖 为什么会有抖的这个动作 是由于害怕 生气 或者受到寒冷等原因 而形成的这种身体上的颤抖 我们可以说吓得发抖 比如说小孩子在接受 爸妈的批评的时候 他吓得发抖 就是很害怕 然后动得直发抖 冬天的时候很冷 在外面我们就会动得直发抖 这些动作 那么它和这个 哆嗦抖动都是同一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 负重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词负责 单负 那么负呢 指的就是我们背上背着什么东西 重呢 指的是有重量的 很沉重的东西 所以说 背上背着沉重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字面意思 然后呢 就形容 我们承担了很重的责任 承担了很重的责任 我们有时候在出去 这个运动的时候 有人喜欢负重走 负重行走 也就是背着这个大的包 爬山 因为你到了山顶 可能需要你的帐篷 需要衣服 食物 都在这个包里 我们称它为负重行走 这是一种运动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说 忍辱负重 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 忍受一些屈辱 然后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 去为了成功 负重 好 我们再来看28个 摔倒 摔倒 我们知道摔在地上 摔倒就是指的 我们摔在了地上 这个词呢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跌倒 比如说跌倒摔倒 是记忆词 这个就不说了 29 妇女 妇女就是指的女性 成年女子的这个称呼 我们把成年的女子 统称为女性 妇女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劳动妇女 也就是这种 劳动的 在家劳动的 可能干一些家务过的 我们也可以说 妇女干部 我们知道 大部分这个干部 可能是男性 但是呢 就是突出一下 这个妇女干部 她是一个女性 然后第三是个 起 起有很多个意思 然后在我们这儿 今天讲的主要是一个 数量词 量词 指的是一个量词 比如说 一起 就相当于一次 或者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听这样一个句子 这样的案子 每年总有几起 这样的案子 每年总有几起 也就是这样的事情 每年总会发生几次 几件 另外呢 我们可以来这样造句 防止这起事故发生 为了防止这起事故发生 我们要提前 做好准备工作 那么这也是说的 这次 这件 形容事情之前的这个量词 我们再往下看 三十一 丝毫 丝毫 我们知道这个丝 一般说头发丝 或者是什么土豆丝 指的是像线一样的 就是很细很长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头发丝 另外呢 我们可以做量词 一丝微笑 就是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就是微微的笑了一下 然后一丝希望 给了我们一点点希望 一丝风 就是形容夏天的时候很热 一丝风也没有 就是一点风也没有 形容少的意思 一丝就是极少极少的一点 那么毫呢 原来我们指的是 这种细长而尖的毛 那么丝毫合起来 就是极少或者很少的意思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我们一般可以说的搭配是 丝毫不差 也就是一点也不差 丝毫的勇气 就是有一点勇气 丝毫的权力 大家理解一下 没有丝毫的味道 比如说这道菜 没有丝毫的味道 你是不是没有放眼 丝毫没有动心 我看到这件衣服 丝毫没有动心 说明我并不喜欢这个衣服 我丝毫不感到意外 也就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好 我们听一下这个句子 他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说明这个人脸上很严肃 上迷克我们学的词很严肃 让人看起来很尊敬 很害怕 没有丝毫的笑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滚 看一下这个词 在这儿呢 我们做的是动词 比如说滚动 翻转 滚动翻转这样一个动作 另外呢 我们有时候有这个斥责别人的时候 一个不太好的 就是说你走开 你离开 这个意思 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太好的一个词 我们在这儿指的就是这个动作 翻滚的这个动作 你看文章中说 一不小心滚下去的 也就是不小心 那就是滚下去了 就是做了这个翻转的动作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 水开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滚开的水 这个水开的时候 因为它有点像这个翻转的这种水的动作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滚开的水 也可以说锅里的水滚开了 锅里的水滚了 意思就是这个水正在沸腾了 开了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先知道这个动作就好了 知道今天学的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3 风险 风险 我们看一下 大家觉得买股票 有没有买过股票 或者做生意 经商 一定能赚钱吗 同学们想一下 买股票或者做生意 一定能赚钱吗 是不是不一定啊 所以说这就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 因为股票可能今天你花了很多钱买进来 然后第二天它就是变绿了 然后就赔钱了 所以说这就是遇到了风险 同样做生意 同样做生意也是 可能你买进来的时候比较便宜 然后不好卖出去 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可能买了很多个口罩 然后想着卖出去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疫情马上就快好了 我们的口罩也越做越多 所以不需要卖那么贵 那么这就是做生意的风险 好 我们一般搭配可以这样说 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 买股票呢 风险很大 不如放在银行吧 可以这样说 害怕风险 害怕风险 降低风险 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 手术的风险 我们知道有些时候这个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你做手术之前要签一个字 然后股市有风险 也就是股票市场有风险 我们听一下这个句子 即使是存在风险 你也要试一试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34 谨慎 谨慎 谨慎呢指的就是 我们对外界的事物 或者是自己的言行 自己说的话 或者自己的动作 非常紧密 密切的注意 以免发生这种不利 不幸 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 他这个人很小心谨慎 他说话很谨慎 也就是他说出来的话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没有什么不好的这种词 说出来 或者是让大家都觉得 他这个人很会说话 这个意思 这个谨慎呢 和小心 细心 仔细 严谨 我们都可以做这个 敬意词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35 效应 好 35 效应 文章中有一个压力效应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效应 效应指的是这种物理的 或者化学的作用 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效果 比如说我们会有化学效应 我们 在这个上化学课的时候 会放很多的不同的这个 液体倒在一起 然后比如说 爆炸了 或者是产生了很多 气体 或者是变了颜色 那么这都是产生了化学效应 也就是产生了某种结果 效果 反应 还有这个 光电效应 热效应 这都是在物理化学上面的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指 某些人物的这种言行 或者某种事物发生 发展 在咱们社会上产生的反应和效果 比如说明星的效应 明星效应 明星一出来的时候 就能够引起咱们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以呢 有时候这个 国家的安全组织呢 会邀请一些明星 来出来 然后帮助宣传 让大家更好的 做事情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 三十六 胸 那么胸呢 指的是人和这个动物躯干的一个部分 位于头和腹部之间 躯干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胸也可以指我们的心理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与这个思想啊 见识或者你的气量有关系 这是有两个意思 我们一般会说心胸狭窄 这个人心胸狭窄 说明这个人心眼很小 别人说一句话 他就会觉得很生气 或者容易发脾气 那么心胸宽广的人呢 指的就是他能够更宽容 更包容别人的这个想法 好 然后我们看文章中有一个胸怀理想 指的是心里怀着理想 心里有理想 而不是真正的这个胸 有理想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三十七 承受 承受 指的是接受 或者是继承 这种财产权利等东西 首先我们看接受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说承受考验 承受这种重大事物的考验 承受压力 你看文章中 承受压力 我们知道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 有学习压力 有工作压力 那么结婚以后还会有这个经济压力 那么这些都是来自生活中的压力 那么我们要有更多的这个力量 去承受这些压力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人很瘦 很瘦瘦小小的 承受不住这一百斤的重量 可以这样来造句 另外我们也可以指继承的意思 比如说承受遗产 承受遗产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和尚 和尚指的是中国呢 对这种佛教 佛教里面这个僧侣的名称 和尚呢 一般指的是这个比较尊敬的 像这个在佛教中 有一些思想 有一些资格 能够作为 一个为大家传播佛教的这样的人的 我们就管他叫做和尚 一般是指的男性 好 那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39 钟 钟呢指的是 在这指的是 我们这个计算时间的 一个器具 我们有挂在墙上的 钟表挂在墙上的 放在桌子上的小闹钟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钟 我们有挂钟 就是挂在墙上的 有坐钟 这种放在桌子上 或者立着的 闹钟 另外呢 钟也可以指这个几点了 我们最开始学过这个时间段 六点钟 也就是六点的时候 从这儿到北京 要十分钟 所以这个时间看起来不太合适 比如说从这儿到那儿 大概要十分钟 这是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看一下彻底 彻底指的是一直到底 从现在一直到底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指这个水很清澈 能够看到里面这个水底 能够看到海底 有的水非常的清澈 我们知道 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就说它这个很清澈 很彻底 我们可以说 一直到底 可以说 彻底的改正错误 它彻底的改正了错误 也就是 把这个错误完全改正了 就是再也没有犯过 政府要彻底改变 这种不好的作风 政府有一些不好的 这种态度 作风要彻底改变 好 那么我们这个生词就讲完了 我们回来看一下课文 好 那么另一个相似的故事 我们上节课讲的是那个 船 返航的故事 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相似的故事 也就是很相像 很类似的故事 发生在某一著名风景区 风景区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看风景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段 被当地人称为 鬼谷的 最危险的路段 一段路 鬼谷嘛 听起来就觉得 让人觉得很害怕 所以是很危险 山路非常窄 我们知道这个山上的路 很多是成这个形状的 对 然后它的路呢 还很窄 就是只能经过一个人走啊 或者是只能经过一辆车走 所以说很危险 两边 我们看 这个山路的两边都是 万丈深渊 这个词组大家记得 万丈深渊 指的就是很深的这种地方 很困难的境地 后面 每当导游们 带队 就是每次 当什么什么时候 导游们 带队 带领着这些大家的队伍 来这里游览时 参观游览一个景点 一个地方 一定要让游客们 背点 或者拿点什么东西 就是一定啊 必须 就是让我们这些游客 背着或者拿着什么东西 后面 这么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很危险 很害怕的地方 我不拿东西 两腿都发抖 我不拿着东西 两个腿会发抖 刚才讲了发抖 这样身体的颤抖 因为害怕 或者紧张 或者是冷 在负重前行 负重 刚才说 背着很重的东西 那不是更容易摔倒吗 我们想一下 摔倒 指的是这个 倒了 倒在地上了 一位父女 不解的问 刚才说 父女 指的是对这种 成年女子的统称 后面 导游小姐解释到 这里以前 发生过 好几起 意外 也就是好几次 好几件 意外 这点是 量子 都是迷路的游客 也就是迷路的 找不到路的游客 在丝毫 没有感觉到压力的情况下 丝毫 也就是一点不 一点也没有 感觉到压力的情况下 一不小心滚下去的 滚下去 这个动作 翻滚下去 当地人 每天都从这条路上 背着东西 来来往往 就是来来回回的走 却从来没人出事 假如 你感觉到了有风险 风险 这种危机意识 我们知道 股市有风险 做生意有风险 所以说走这条路 也很有风险 就是容易有危险 谨慎的 非常小心的 负重前行 背着东西走 反而会更安全 是不是跟上迪克 我们讲的那个故事一样 大概 所以说叫相似的故事 也是说 要让我们变得沉重一些 重一些 反而会更加安全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就是压力效应 我们最后点题了 这是什么 这一个现象 反映我们统称为压力效应 那些心 那些胸怀理想 就是心里有梦想 有理想 肩上有责任的人 肩上有责任感 可能对父母的责任感 对朋友 对孩子 对老师的责任感 才能承受住压力 承受 也就是能够接受 受得住这份压力 从历史的风雨中 走过鬼谷 也就是这种困难的境地 而 转这个 那些没有理想 没有一点压力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指的就是每天得过且过 每天完成一点点事 就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理想 对未来没有规划 这样的人 就像一艘风暴中的空船 我们想一下 空的船是不是很轻 往往一场人生的 狂风巨浪 便会把它们彻底的 完全的打翻在地 我们知道翻就是整个这样 掉一下 整个这样 翻的这样一个动作 也就是彻底的失败 这个意思 然后文章选自小故事大道理 所以说 关于这种类型呢 就是前面会讲一个故事 或者两个故事 最后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 讲的这个道理 好 作者 我们在看完这个整篇文章之后呢 回想一下这几个问题 鬼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导游为什么让游客 拿点东西再过去 想一下 然后鬼谷发生的意外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些意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极其意外 另外压力效应 告诉我们了什么道理 一般都是在最后一段 讲道理的 好 那么课下呢 大家要多读 多听这些课文内容 然后学会用自己的话来表达 好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继续看一些重点的词语 首先第一个 朝 朝是动词 刚才我们讲面对着 朝向 比如说 我们学校的正门 坐西朝东 也就是我们这个 学校的正门是朝着东面的 是正对着东面的 我进去时 他正脸朝礼 就是脸 向着礼面 和李主任商量着什么 没注意到我的到来 然后朝也可以做借词 我们看一下 表示动作行为所指的方向 但是不能做补语 不能做补语 我们看 老船长命令水手们 立刻打开货仓 使劲朝里面放水 也就是向着里面放水 这个意思 我仿佛看到胜利 正朝我们走来 也就是仿佛看到了胜利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注意这两个解释 好 非常棒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 简直 简直我们做副词 表示接近 完全是这样 但并非 完全是这样 带有夸张 很强调的语气 就是差一点 很接近了 这种语气 几乎 实在 简直 这些 很夸张的语气 看一下这几个句子 听到刘芬 听到刘芳离婚的消息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我简直差一点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觉得这个很不是很不是事实 不可以不敢相信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个 这次张小姐变得格外客气 礼貌 从与从前相比 简直 简直像换了个人 就是 实在 几乎像换了个人一样 第三个 船长简直是疯了 同样有这种夸张 强调的语气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语的搭配 首先 第一个 东宾结构的承受 我们一般说承受就是接受 能够接受 承受压力 承受重量 承受痛苦 这种不好的事情都是 承受寂寞 承受挑战 能够承受 这个对方给你的挑战 你才能成功 后面 威胁 威胁 大家还记得吗 好 威胁人类 威胁人类 威胁安全 这个疾病 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 威胁健康 那么安全健康 威胁和平 有一些 不法分子 恐怖分子 威胁世界和平 威胁生命 不要做一些 威胁生命的事情 要保护生命 然后继续往下看 定义中心语结构的 相似的 相似的情况 我们两个人的情况 很相似 相似的爱好 我们都喜欢跳舞 都喜欢唱歌 有相似的爱好 相似的观点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观点 很相似 好 我们再看恶劣的 上节课我们说了 恶劣的主要讲 那三部分 天气 环境或者人 你看第一 天气 恶劣的天气 恶劣的态度 这个服务员的态度 很恶劣 就觉得 我们来吃饭 吃得很不开心 恶劣的关系 恶劣的条件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支教的时候 这些志愿者 去的都是很恶劣的条件 这些地方去支教 去当老师 恶劣的影响 他做的事情 他的行为 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可能给其他的学生 都造成了这种心理的伤害 恶劣的表现 比如说 他的表现 很不好 我们就可以说 很恶劣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谨慎的 谨慎的 就是小心的 仔细的 谨慎的对待 这件事情很严重 你要谨慎的 对待它 谨慎的处理 谨慎的工作 谨慎的从事 什么事情 谨慎的打开 我们这个 有时候可乐 晃了很久之后 要很谨慎的打开 因为它可能会 崩开了 爆炸了 后面彻底 彻底放弃 彻底就是完全的 彻底放弃 彻底检查 也就是检查的 很彻底 很清楚 把所有的细节 都检查好 彻底改正 之前呢 你有一些 关于学习汉语的 小毛病 现在经过 不断的 反复的纠正 改正 你彻底改正了 就是不再犯 那些小毛病了 就非常好 彻底的改变 有些人从监狱里面 出来 彻底的改变了自己 变成了一个好人 彻底的解决 把事情彻底的解决了 再看后面 摔 刚才有摔倒 倒在地上 摔伤 身体受伤 摔碎 比如说杯子摔碎了 杯子不小心摔碎了 一片一片 摔下去 从一个很高的地方 摔到下面去 承受住 也就是能够接受 能够承担起 这个东西 承受不起 比如说我那个 我的亲戚 我的亲人给了我一个很贵重的礼物 太贵重了 我承受不起 我觉得我不应该接受这份礼物 承受不起 承受得了 他的心里 抗压能力非常强 他的心态非常好 非常乐观 所以说他承受得了这次打击 这次不好的遭遇 后面 一吨 我们学过一吨 是一千千克 很大的一个数量 一吨货物 一吨钢铁 一吨粮食 后面 一起 指的是一次或者一件 一起意外 也就是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事件 后面 表情 态度 指的是这种人的神情 可以说严肃 很认真 别人看起来又害怕又尊敬 我们也可以说气氛 这里的气氛很严肃 好 我们看后面 神情慌张 指的是这个人看起来很慌张 看起来很着急 要去做什么事情 表情慌张 同样 眼神慌张 眼神游离不定的 就是看左面看右面 这样很慌张 动作慌张 动作 手上动作很多 或是身体的动作很多 很快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看起来就是它 很不知所措的样子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一个子左 严肃和严格 我们说了 在这讲一下 他们都形容词表示认真 不放松 但是呢 他们的范围差异比较大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不同点 首先严肃强调的是 作风 态度等方面的认真 但是严格呢 指的是在遵守制度 或者是掌握标准时 认真 不放松 看一下句子 小林这件事影响恶劣 我们对他一定要严肃批评 指的是他这个作风 或者态度方面的这件事 要让他在这方面进行一些 接受一些批评 然后严格 小华妈妈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 在教育方面 就是对这种制度或者是掌握标准上有一些这个认真 不放松 另外呢 严肃也可以表示神情 气氛 使人感到既尊重又害怕 刚才说这个船长很严肃的表情 就是船员们 这些水手们对他既尊重又害怕 我们就用严肃 我们可以说一句幽默的笑话 可以让紧张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 但是严格呢 就是不能用于这种神情 好 我们看一组这个题 首先第一个例题一起看一下 刘老师虽然看上去 我们看这 看上去指的是这种人的神情表情 所以我们选的是严肃 因为严格没有这个意思 大家要记得 然后234同学们自己来做一下 好 我们看第二个 这是一个决定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们要高度重视 什么对待 我们看这个宾语 它指的是 决定公司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严肃 严肃对待 对 严肃对待 指的是在 在这个态度上 我们要认真的 对待它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 实验过程中 温度水分等条件 都要什么的控制 我们看这些是说的什么 温度水分等条件 是不是刚才说的这种制度标准 我们要选的是 严格 严格的控制 严肃呢 指的是我们这个态度 作风 严格呢 指的是这种标准 法律 这些条文 第四个 每次读到这段历史 都会让我什么的思考 什么的思考 对 我们选择的是 严肃 严肃的思考 好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严肃呢 强调的是 作风 态度 作风和态度等方面 另外呢 可以指人 神情 气氛 很尊重 很害怕 但是严格呢 指的是遵守制度 或掌握标准 刚才说的这个水分 温度等条件 好 注意这两个意思